这些颜色绚丽造型流行新颖 看起来像是手机蓝牙耳机 其实是助听器 由于机动室预估今年底前 就会成为超高龄化社会 也就是全市36万多人中 老年人口大约有7万多人 占全市总人口数的20% 排名全国第六 其中老年能听力障碍的问题非常重要 因为会导致失智甚至跌倒的风险增加 那老年性的听损 除了听力的问题 还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就是他的失智的风险其实会很高 会高重度的听力的听损者 他的失智的风险 会高出一般正常人听力的5倍 那他的听损每增加10分倍的听损 他的风险会上升1.2倍 所以有些失智的风险会升高 那失智他已经失智了 如果再加上跟人沟通不良 这个状况会变得更厉害 那听不到的人 当然忧郁症的风险也会升高 那如果说比较轻度跟重度的人 他的轻度跟重度的听损的人 他的忧郁症的 比正常听损的人会高出2到4倍 那听不到的人 他跌倒的风险会高出30% 因为听不到 就会对于周遭的环境 他的警觉性会比较低 那老人最怕跌倒 一跌倒 骨折啊什么 甚至会有生命的危险 因此卫福部基隆医院建议 如果发现长者有听力障碍时 就可以把握时机 佩戴助听器进行矫正 减缓持续退化 那治疗 老人性听损的治疗 就前面有提到 大概就是考虑助听器的治疗 那助听器其实随着科技的发展 它攜带其实越来越方便 诈音也会越来越小 那助听器是根据患者的听力选配 其实跟眼镜有点像 它是需要选配的 不是随便买一个来戴这样 那助听器它不是只有一个放大的声音的器具 因为我们的听力 它有分不同的频率 从2500Hz到8000Hz 都是我们可听的范围 那根据你每一个不同的听频 它的缺损的状况 它可以去做调整 所以它会有不同的频道数这样 那放大的滑数也不一样 那现在的助听器 还有一些降噪跟方向性麦克风 降噪就是可以减少这个噪音 环境噪音 那方向性麦克风就是可以 针对着它所需要听到的声音 针对那个方向去做收音这样 那配戴助听器其实是需要学习的 就像我们戴眼镜也需要一点适应的时间 那助听器需要学习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 听力不好 它会造成我们的失智 那我们的犹豫症 甚至跌倒的一些相关风险 那这些让我们的基隆的 我们的一些长者 他的家人来理解以后 那么尽早介入是我们今天最大的价值 尽早介入 那来维持它的一个生活品质 跟它一个生命的安全 卫福部基隆医院进一步指出 老年听力障碍是一种生理性的退化 不是疾病造成 用药物治疗效果有限 因此最好的方法就是佩戴助听器 目前助听器单耳一个大约要三万元上下 最好要两耳都要佩戴矫正 另外基隆医院耳鼻喉科也有针对领有听障手册的低收 以及中低收入户民众补助每人一纸免费的数位式助听器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